一群人在海边发现了一个大家伙 这群人互相不认识 却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拖到海里去 其中的危险不言而喻 但他们却坚持要这样做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是一头搁浅的虎精 也许是受环境的影响导致他的导航失灵 也许他是生病了 总之如果能够将他推回海里 他便还有一线生机 几位好心的路人虽然有点不自量力 但精神可嘉 这大家伙少说也有五吨重 推肯定是推不动的 于是他们将虎精下面的沙子挖空 这样就能让虎精滚到坑里 如此循环就能一点一点的 把虎精滚到海里了 不得不说这个办法 有点像鱼公一山 虎精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但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 有人开始打电话 向动物保护组织求救 可是等到设备和救援队到达这里 还需要不少时间 这虎精还能撑到救援队到来吗 大家开始一边挖一边推 由于人数太少 这着实有一点像皮肤汗数了 但是他们的精神感染了周围的人 大家陆陆续续的加入到救援行动中 随着人数的增多 海滩远处的游客也都赶了过来 海边很快就聚集了大量的热心群众 前来帮忙的人都是会游泳的人 那些不会游泳的人都在岸边 为救援人员加油打气和出主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加入救援行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几十个人托着虎精的尾巴 还有几十个人在后面推 虎精很快移动了起来 虽然海水和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 但他们做救援动物的善举师 都感到很开心 他们知道还不能停歇 得一股作气将虎精移到海里去 突然一个大浪打了过来 这对虎精是极为有利的 但对人群来说却是一种挑战 随着一个又一个浪打了过来 虎精成功地游回了海里 众人都欢呼起来 就在大家还在水里准备上岸的时候 虎精居然没有远离海岸 而是盘旋在人群周围 虎精一般是不会攻击人类的 所以此时的他应该是在向这些救他的人表示感谢 万物皆有灵 何况是智商较高的虎精 他感受到了人类的善意 于是在向岸上的人们告别